中國大陸還有俄羅斯以及朝鮮呢 其實對於美國其實也有非常多的一個 不滿意的地方 那其中尤其來看到 俄羅斯跟朝鮮現在真的是戰略合作 而且要對抗美國的霸權還有韓國嗎 我們現在看到北韓 這個是南韓這邊說的 說派出四個旅 1.2萬的精銳部隊 要增援幫助俄羅斯 首批1500人已經抵達了 還說下個月就要開始交戰 韓國真的緊張死了 尹錫悅到處去求人 然後還有外交部去召見了 俄羅斯駐韓的大使表達抗議 我們來看到下一張 為什麼說可以看得出來 這局勢在變嗎 來看到是俄羅斯的部分 他首度證實了這件事情 他說我們二朝合作是國際法的框架內 俄羅斯首度回應了跟朝鮮之間的合作 他說我們是在國際法框架內進行 沒有違反韓國的安保利益 你以外來看到北約這邊的部分是 尹錫悅真的很緊張 尹錫悅趕快跟北約秘書長通電話 說北韓派兵增援俄羅斯 然後讓地區局勢很緊張 去增援俄羅斯跟南韓的緊張有什麼關係 然後呂特就說 這個可能局勢會有重大的升級 你是講哪邊升級 你是講朝鮮半島升級 還是在講俄烏局勢升級 這個話就很笑話了 照理講說北韓的軍隊去參加俄烏戰爭 北約緊張 對啊 南韓緊張什麼 我要是南韓說 北韓少了你的部隊 我還比較安全 這個尹錫悅 我覺得這個人就怕不賴寂寞 沒有他聲音好像不爽那樣 這個東西你跟北韓的問題是你自己面對的問題 對不對 你去告狀有什麼用的 這種就是蹭聲量 蹭聲量 但是將軍你怎麼看 因為這一次俄羅斯跟朝鮮 其實這個他們在6月的時候 其實就有一些 簽了不同的一個做法 比如說全面戰略夥伴關係的條約 俄羅斯跟北韓 今年6月就簽署了 而且還提到說 如果一方受到侵略的時候 就會相互協助 那這一次朝鮮是怎樣 真的是派兵去幫助俄羅斯 我相互協助 我接受協助 所以你看 俄羅斯中國講的什麼戰略合作 什麼夥伴 人家都可以看到實際行動 美國到處跟人家講 我們戰略合作 戰略協助 你看到真的問題了沒有 沒有啊 就只是嘴巴講 嘴巴講 軍演而已 你想你不是跟菲律賓簽了嗎 對 美飛共同防禦條約 美飛共同防禦條約 這還是條約喔 對 那中國大陸武警船在那邊搞的時候 你怎麼不參加 躲得遠遠的 你斷指了 所以有些人講話不算話 有人講話是算話 你像普丁講什麼東西 所以幾乎在外面都是可信度很高 是 他宣布核子武器要戰備 那才會造成北約很害怕 說到做到 對 因為這個人他不跟你講空話 對不對 他後來1500枚核彈頭的已經被變 對 所以北約緊張了 你知道嗎 北約很緊張 當然 你現在好 我再分析一個狀況 俄羅斯對烏克蘭的戰爭已經面臨 我上次講下圍棋的收官了 就要算戰力了 收網了 收網了 因為他現在戰力目標很明顯 就是大烏東嘛 對 那現在俄羅斯的進展很順 很順利的時候 這個時候 他唯一擔心的就是 北約的國家是不是狗居跳牆要去增援烏克蘭 烏克蘭也到了生死存亡的時候 那拜登是不是還要再救 再救自己 除了拿錢拿不出部隊 那是不是逼得北約要做什麼行動 所以俄羅斯就積極 為什麼俄羅斯國防部長跟中國大陸國防部談 因為中國大陸一直擺了一個 我只送民用品 民用物質 那現在俄羅斯說 那你東風15退休了 退育了賣給我好不好 這一賣慘啊 這也是中程導彈 中程導彈還是可以用 這個數量就彌補我剛剛講的 中俄之間當年簽了禁止發展和中程導彈 所以美國跟俄國的中級飛彈都很多 中程導彈很少 那中國大陸說我的目標是巨子作戰 我要的是近距離中程的導彈反艦飛彈 跟攻台所要用的 所以它發展很多 你看F 東風3 21 26 東風17 都是這個range裡面的飛彈 所以你退休了一批東風15 俄國正好用啊 因為東風15雖然是退休 它的射程還是夠 對 吸彈量從600公斤到900公斤 也可以帶盒子彈頭 俄羅斯只要把前面的導引設備 稍微加點配件 它的精度就很好 它原來的精度比較差嘛 300公尺的誤差範圍 那這個交易談成的話 這個北歐會更緊張 對 因為你北歐要想參加的話 這個東風15可以涵蓋整個歐洲 它距離夠 所以這問題就是說 烏克蘭真的是面臨 最後關頭 對 的確你可以看到 戰爭打到這個時候 俄羅斯其實呢 它經濟成長率還不錯 我告訴你最新數字 前八個月 俄羅斯的GDP成長4.2 4.2 歐洲哪一個國家有4呢 它4.2 然後呢 烏克蘭這邊很緊張 隱形院你緊張什麼 然後呢 烏克蘭這邊就說 北韓軍官就已經部署在烏克蘭 然後呢 這個相關俄軍的佔領區 就是呢 朝鮮這邊已經在幫俄羅斯了 俄羅斯其實不見得需要朝鮮幫忙 但是這是一個很大的一個意涵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來呢 這俄烏出現了很大的拐點 因為俄軍呢 說現在可以看到 七天打了七個住民區 就是不斷不斷的打 然後呢 現在又有朝鮮的這個力量 加入進去的話 然後剛剛將軍又提到 如果有東風15 中國大陸很厲害的這個導彈 也有加入的話 那真的不得了 你要曉得 輪廁司機 在西方 用這個僱用兵 一個月多少錢 四千六百八十歐元 北韓的軍隊 俄羅斯要給的話 兩百美金就夠了 OK 因為 北韓的士兵的收入很低嘛 所以你說俄羅斯要不要 北韓當然要 因為俄羅斯也不希望自己的部隊死傷太重 對 那北韓的兵出身之毒啊 這個 敢打 敢打啊 因為我跟你講 穿皮靴的永遠怕穿草鞋的 不怕死 這個比較窮困 挨得起窮 吃得起苦的 都是發展中間國家 比較少家訓練 何況 北韓訓練陸軍已經很多年了 陸軍是他的最大強項 對 所以我想派出去總不會派很樓的部隊吧 不會 對啊 有關你的面子跟尊嚴啊 你也藉此機會給南韓看看 老子打起來是什麼樣 對不對 它有很多作用的 第一個 替北韓賺到外匯 第二個 顯示他的軍力 第三個 恐嚇南韓 你看我在俄羅戰場上表現什麼 而且這個合作已經不是今天了 上次烏克蘭好像展示一個 北韓用的飛彈的殘河 上面還有韓文 就說明了 朝鮮早就開始在支援 因為北朝鮮跟俄羅斯的關係很深 跟中國倒反而比較淡 中國大陸比較保守一點點 比較保守 因為壓力江邊上也有很多問題 包括了核武的問題 中國大陸當然是希望說 在自己家門口 越安全越好 那個朝鮮半導如果有核武的話 其實對於中國大陸 就是危險 也是危險沒有錯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來 對於朝鮮這一塊 中國大陸是非常非常的謹慎 當年你記不記得六個國家一起 做北韓的現核武的這個會議 那北韓當然積恨在心 你搞核武不准我搞 對不對 對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來 中國大陸當然希望自己家門口 是安全的 所以針對於這個朝鮮半導的局勢 中國大陸也有亮劍了 你可以看到10月16號到18號 在哪裡呢 在黃海這個地方進行的實戰演習 也就是告訴你啊 美國或南韓 甚至這邊的局勢真的不能亂 我也在這邊有秀肌肉的一個狀態 然後你可以看到朝鮮半導在這邊亂 然後另外的戰爭就是俄烏這個局勢 所以我想問一下江軍你怎麼看 因為這兩場戰爭怎麼看 好像因為朝鮮半導還沒有開戰 只是呢 朝鮮加入這個局勢之後 會不會讓這個全世界的這個戰爭 又更加不同一樣的面貌 這個問題啊 在每個地方做軍事演習 只在宣告我沒有空白的地方 你像美國這個杜魯門號 在這個地中海 這個林肯號在紅海 那就是說我這邊可以支持 以色列可以壓制你伊朗 那對東南亞的問題 東北亞的問題 他就在南海 南海就在你日本旁邊 你日本不是參加美國的很多大演習嗎 聯合軍演嗎 他就在這邊演 就表示說 你不要想在這邊搞事情 我已經有部隊也有能力 也在這邊 他們軍演的目的一個是練兵嘛 第二個先打你的這個領土的這個 就像動物都 像野獸都會在領地裡面殺個尿嘛 就是這個味道 我的勢力範圍 確定這是我勢力範圍 你不要輕易去砲 所以這個每個軍演都有用作 一擊兩尺嘛 又訓練自己部隊 又警告對方 它是兩個目的 對 所以呢你可以看得出來 中國大陸在很關鍵的時候 也出手很精確 我們都知道之前在緬甸 有問題的時候 或者是說有一些狀態的時候 在自己家門口 中國大陸就會開始軍演 告訴你說別亂來 我是有這個軍事實力的 所以呢 南韓啊 影席院你不要親美親過頭了 因為你表現 這個呢 施政表現率 這個 好感度只有24.1 真的是歷史新低 你親美碰瓷啦 然後呢 不斷這個炒作啊 這個無人機事件啊 因為朝鮮這邊就罵你啊 說美國主導的那個監測啦 等等的 就是背後有那個手 就是美國 入侵了北韓領控的無人機 由南韓放飛 就是南韓你做 南韓敢做會不會不敢說呢 就沒有說是自己做的 不管怎麼樣 你可以看得出來 朝鮮半島在這邊亂 然後呢 會不會是影席院要轉移自己焦點 因為呢 他差評太多了 太太還有一些爭議等等的 好這是呢 朝鮮半島的部分 然後呢 澤倫斯基他也是怪東怪西 這個也是啊 影席院也是怪東怪西 求爺爺告奶奶 然後呢 澤倫斯基現在則是怎麼樣 有所謂勝利計畫啦 甚至呢 他還把中國大陸拿出來罵 他說喔 這個戰爭的變數 就是俄羅斯有犯罪聯盟 包括了中國大陸 伊朗跟北韓 狗鞠跳牆了嘛 誰都要罵嘛 對 我跟你講 影席院為什麼緊張呢 他不是提出一個 日本韓國什麼 AUKUS變成一個聯盟嗎 碰那個石破帽上任 我不參加 對 這就搞得很慘了 因為他提出來的戰略共享 是要加強南韓的這個安全 對 那石破帽不願意搞 因為他日韓是很難聯合的 因為仇恨太深了 跟身體 那那個石破帽說 我幹嘛被這個捆 被那個捆 把我拖到戰爭裡面 所以這一搞搞得 尹熙瑞很急啊 他原來想拉 AUKUS跟日本嘛 所以這個問題就看得出來 都在拉 但最可笑的是倫斯基 那個勝利計畫 我不知道是怎麼勝利 怎麼個勝法 對不對 這個AUKUS的勝利嘛 AUKUS的勝利 你又缺錢 又缺彈 又缺兵力 又缺後備的動員 對 你沒有一樣能夠支持你作戰 你完全靠美國三不五十 給你施捨一點武器 而這個東西現在碰到 不要講人窮才進了 連兵員都窮了 六分之一是女兵 好慘 一個國家動員到女兵的時候 你可以想像 這部隊缺員缺到什麼程度 對 我很同情烏克蘭 真的國家被一個 被一個很爛的領導人 把這個國家帶到一個 萬丈深淵裡面去 沒錯 將近一千萬人流亡在外 又死了幾十萬幾百萬的 這個年輕人 就算戰爭停了 怎麼重建 怎麼重建 什麼人力來重建 什麼軍費來重建 然後你的國防疆土 就完全沒有 沒有可以防守的疆土 如果說俄羅斯貪一點的話 把你吉普都拿掉 你就完了 天啊 這個也是 現在打到這個位置 離吉普也不是很遠 所以這個問題就是亡國 所以我一再強調 研究國防的 包含台灣的國安 起戰跟中戰 是你們要研究的 對 這個仗要不要打 能不能打 打不打得贏 打不贏怎麼辦 打得贏又是個什麼狀況 這個問題 責任不在老不信 也不在我們軍人愛不愛國 是責任在你這個領導人 像輪車司機師 一步一步把他們帶到摔北 對 其實當初小打小鬧的時候 你只要不要納粹那個部隊 車開跟 對嗎 跟那次客裡面談一下 對不對 損失很小 就結束了嘛 俄羅斯並沒有說 有野心要怎麼樣 對 他是要一個緩衝區 所以這問題 你宣布中立 就不會有這個戰爭了 你看你在那耍將 降到現在什麼程度 對的確 將軍這一番話 真的值得台灣來生死 你看你一直戳戳戳 切香腸切到 真的這些 比如說俄羅斯真的是受不了了 我緩衝去沒了 你要跟我加入北約 那不就是要跟我呢 直接的威脅嗎 這件事情在大國博弈當中 就是你面對大國要怎麼處置 很重要 因為美國也不允許呢 比如說他自己家門口有人造次 這就是美國長期用的門羅主義 這些不都是這樣子嗎 好你可以看得出來 這是國際現實的一個悲哀 那不管怎麼樣呢 哲倫斯基就把烏克蘭帶入了萬丈深淵 然後你看到 俄羅斯這邊不斷的公權掠地 拿了這個居住地等等的 然後你被烏克蘭打的這些地方 也慢慢收回來啦 所以你看又加入了朝鮮的兵力 所以他是變成強強聯手 然後哲倫斯基什麼勝利計畫 還在肖想要加入北約 還在罵中國大陸 你這個有底氣罵中國大陸嗎 現在唯一能夠幫助你還是大國的 真的是靠中國大陸 不然其他國家 能夠幫你到什麼呢 給你錢而已嘛 然後另外來看你說什麼 要加入北約 美國這邊 駐北約大使說沒有啦 時間未到 北約新任秘書長也必談這個計畫 然後反而呢 是你可以看到 這個他真的很急了 責倫斯基之前還跟川普見面的時候說 我們真的需要加入北約 不然我們就要有核武來保護自己 那當然這個普丁就說不允許你造出核武啊 你們知道造核武有多難嗎 第一個要種水提煉的這個設備 那個那個是很龐大投資要很多 把又二三五提到80%的濃度以後才能夠製造核武 提煉出來呢你還有長程的導彈 長程的導彈你還要有導引系統 讓這個飛彈能打到人家 那導引系統裡面又有反干擾 太多了 太難了 所以當你開始搞核設事的時候 俄羅斯是瞎子嘛 隨便一個炸彈就幫你 你是從零起步啊 好你說美國給你核子武器 美國會給你嗎 不可能 美國不擔心報復嗎 而且就跟他的F-16一樣 十架八架 都被拿掉了 還沒 就算你沒拿掉 對這個戰場上起不了決定性重要 是 我跟你講各位很少看戰士 真的大戰打起來是幾百架幾百架的 消耗那很快的 你看看以色列現在的狀況 對 多少發炮這個防空飛彈被爆銷 被說也是很緊張嘛 所以呢我們都不但提醒說 這個是飽和式的攻擊 你就算再強 你沒有製造能力的話 其實你真的會彈盡援局 以色列我們待會也要好好談一下 那烏克蘭這個局勢就是 剛剛將軍說的沒錯 你沒有錢沒有人 然後又沒有武器 那你怎麼打 當初的時候好好談 你不好好談 硬要去說俄羅斯 那現在打到現在 俄羅斯遊刃有餘啊 我GDP也打得不錯啊 你看還4.2增長了 然後呢 現在朝鮮也加入之後 這對於南韓真的也很緊張 然後你南韓這邊天天親美 親美到現在你民調那麼低 然後呢你現在要用這個 朝鮮半島的緊張局勢 轉移你的焦點 這個民調也沒有起色 所以你可以呢 聽到啊 這個這番談話就顯示出 領導人真的很重要 台灣也真的要深思 不要帶入了戰爭的邊緣 廣告回來請將軍繼續分析 好我們來看到 中國大陸現在 軍事跟實力的底氣是越來越強 那台灣也要好好思考一下 真的不能淪為 烏克蘭變成戰爭的邊緣 我們先來看看說呢 中國大陸現在 又針對於美國跟加拿大軍艦 所謂呢 通過了台灣海峽 東部戰區說 我們全程跟艦跟警艦 依法依歸來處置 那這一次呢 被看到航機圖啊 這加拿大海軍的溫哥華號呢 他不敢靠近中線 他是貼著台灣這邊過去的 會擔心嗎 那你如果要真的嗆中的話 你就往中國大陸那邊去啊 為什麼要這麼緊張呢 那中國大陸的對此呢 外交部有最新說法 我們一起來聽看看 台灣問題 不是什麼航行自由問題 而是事關中國主權 和領土完整的問題 中國堅決反對 任何國家以航行自由為名 挑釁威脅中國的主權和安全 好 將軍你怎麼看這兩件事情 一個呢 是美國跟加拿大軍艦通過台海 那戰爭來的時候他們會來嗎 另外呢就是呢 真的不能像烏克蘭責任司機 那麼天真 說什麼想加入北約 加入北約 達到現在 也沒有辦法加入北約 這一個 所謂這個航行自由 根本不是問題 台灣海峽每天 不知道幾天 上萬條的船 你上船再怎麼走 中國大陸沒有意見了 但是你軍艦要過 是不是要按照國際管理說 我要打個招呼 我什麼時候要過 對不對 那你鬼鬼祟祟 你又不敢過中線 靠近中國大陸 拼命貼近台灣這邊過 然後嘴巴講航行自由 你的航行自由 中國大陸什麼時候限制過 全世界的國際貿易的船隻呢 你軍艦要過按規矩來 第二個 這個承諾常常都是騙鬼的 當輪車司機為什麼一直跟美國講 我要加入北約呢 因為當初是美國拿北約來誘惑他 你不要怕你加入北約 你繼續東擴 結果呢 搞得今天烏克蘭這麼慘 美國跟北約沒有承諾 為什麼不能承諾 因為一承諾的話 整個北約要負擔 你跟俄羅斯正面開仗 對 北約有哪一個國家敢說 我跟俄羅斯去開這個仗 原來是講 我們大家一起制裁俄國 對不對 全面封鎖 俄羅斯幾乎所有東西都被制裁 對啊 貓阿狗都被制裁 經濟還成長4.6 代表什麼 你們怎麼製 怎麼裁 就不敢說不買我的石油 對 好 今天同樣的 美國跟北約 又來威脅中國大陸 川普說 加關稅 加到百分之百 沒有變兩百了 變兩百 加到兩百 不管它兩百一百 中國大陸自己內需 只要轉開來 它跟歐洲一樣多的國家 是 多少個省啊 對 面積每個省跟歐洲一樣 自己 內循環 內循環就可以了 對 何況它是製造大國 你敢開放電動汽車嗎 你不敢 對 因為這個市場是 人比人貨比貨 你要搞經濟封鎖的話 你可能封不掉的 對 對不對 它在西班牙也在造 在立陶宛也在造 歐盟也有它的電動車 美國也有 墨西哥也有 你能完全進嗎 所以這個問題 我們常常不要給 被政客的那個 說大話給胡攔住了 是 有沒有用你看結果嗎 沒錯 你說俄羅斯哪樣不被封鎖 經濟成長4.4 你歐洲很多國家 都沒有辦法成長4.4 對啊 有的是負的 有的是1 對不對 你美國也沒到事啊 所以這個問題 大家 我們很多懶 就是不用心思去想 也不去看 大家都講說 封鎖中國的經濟 中國會崩潰 很多人在講這個話 很早以前我記得 96年那個時候 張家敦的這個 中國大陸七塊論 七塊論 他現在不但沒有變七塊 真的一塊越來越大 對 沒錯 所以這個問題 我們只要看科學的邏輯分析 不要聽政客的講話 是 政客講話真的是不能聽 今天我跟你講 倫特之一你活該 當初你怎麼會被美國騙 那就可能 好 那不管怎麼樣 將軍點到一個重點 就是很多的承諾 什麼堅如磐石 真的不要被騙了 尤其剛才美國加拿大 你的軍艦 你要通過台灣海峽 那你就是 你這樣跟中國大陸對撞的話 你就再近一點 你去中國大陸領海看看 沒有 你貼著台灣很近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來 真正開火的時候 真正要如果進行武統的時候 你根本也不敢靠近 所以你可以看到相反的 中國大陸這邊 很特別是聯合力艦2024B的時候 在這個之前 就找了60多國駐華的五官 到了東部戰區去參訪 包括什麼 巴基斯坦巴田 東盟代表新加坡 非洲代表南非 約旦 中東還有五眼聯盟 英國 加拿大這些 都有去 那你可以看到 這一次聯合力艦B 為什麼呢 有很大的討論 第一個就是 它對於台灣東部 有很大的壓迫 因為遼寧艦去 起降殲-15 那遼寧艦呢 我想問一下將軍 因為它的戰力被說非常強 因為日本就捕捉到 14-15 兩天呢 它起降是140架次 等於一天出動了70架次 刷新的紀錄 那美軍的部分呢 比如說斯坦尼一號 難看它平均每一天大概 大概是66架次 那中國大陸跟它也差不多 福特號現在被說 大概是43架次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來呢 中國大陸的遼寧艦 變成戰鬥艦之後 它的作戰的起降呢 也是變強了 因為很早以前大家都公認 遼寧艦是一個改裝的老船 那麼是用訓練艦 沒錯 它訓練艦很強 但是它這麼多年時間 經過內部的這個改造啊 它現在能起飛70架 就是戰力的戰艦 航母 作戰艦 作戰的航母 因為它升格了嘛 對 第二個 美國的架數 這個統計數字有問題 它是用平均數字 看它起降的次數 要看它一天之內起多少 就是最大限能起多少 因為飛機起降啊 不是各位想像中間 飛來往下一落 飛機你看我們坐民航機 到松山機場要下降 它要走五邊循環 排得對準才下得來 航母也要花一個時間 去對準它的甲板跑道 所以起降降下來 加油掛彈很多後勤作業 所以平均能起降 一天起降三次就很了不起了 因為它不是各位想像 它不是無人機 不是那個直升機 它是要掛那個阻攔去 掛那個阻攔去 而且要對得很準 對 這個東西大家很難想像 看照片覺得飛機很大 航母很大 你要坐在飛機艙裡面看 在準備降落的時候 看那個航母是跟火柴河那麼大 有風吹有浪上下 你要這樣去對準 生死就在那一秒鐘 掛不到你就要重新起飛 所以這個問題 遼寧艦從訓練艦 這下提升到這個 第二個 東部戰區叫他們五官來看 五官是幹嘛的 五官最主要的任務 就刺探軍事情報 你加拿大何必到台灣海峽來試呢 你五官來看看 真的打仗是什麼樣子 對 它就秀給你看 秀給你看 它這次很有自信 通常以前都防人家五官 來參加什麼東西 加拿大都來看 你們都來看 我通通研給你看 我的實力就在這裡 我也不要保密 你也不需要在我家門口來試 你要來試的話 結果是什麼樣 所以我覺得老公現在 越來越有自信 以前是 秘密 秘密 常都常吸 過於先進不變展示 對 現在乾脆你來看 我研給你看 你不信的話 你就來試試 是 這個也是代表 中國大陸的有實力跟底次了 尤其每次你看到 在試射一些導彈的時候 非常精準 你還在唱出來說 中國大陸導彈實力 那你真的是 又要再騙台灣人了 你有防曬嗎 我每天都有擦防曬乳 KS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真心推薦給大家 記得我的推薦碼 CTI627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曬乳 我選KS皇家呵護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因為它有媲美 藍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護我在陽光下 延緩肌膚老化 維持青春彈力 可以防禦工作環境裡的3C商品 各種包圓對肌膚的傷害 擦起來清爽不黏你 我特別喜歡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養日常 你呢 合護您 合護前家人 專屬您的KS Royal Care 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